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项目实战课程 我是主讲老师布鲁 在前面几讲的内容 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安卓的快速开发框架 有图片相关的,有网络相关的 有一个A-Final和XUTO这种能够涵盖许多方面的框架 但是当我们学习完这些框架以后 我们不禁要去思考一下 我们在实际项目开发过程当中 仅仅使用A-Final或者XUTO就能够完成我们的所有需求吗 答案是否定的 其实A-Final或者说XUTO 它能够为我们搭建的仅仅的是一个主体的框架 一个主体的框架 还有许多一些细微的地方需要我们去丰满它的血肉 然后从而来才能够完成一个真正的 能够完成我们所有需求的一个框架 这也是我们本讲的主要内容 那就是教大家如何去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万能系统框架 这里我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划分了几个模块 我们一一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框架 首先第一个我们的LabelCool LabelCool当中我们是包含了CoreXUTO和FastG-Sound 这两个类裤是我们最常用的 CoreXUTO是我把XUTO的源码导入加化工程 重新编译以后生成的一个带源码的一个家包 它本身的XUTO是不带圆满的 我们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 可能没有办法是跟踪到它我们想要的代码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它重新以带圆满的形式 重新打包一下 而FastG-Sound是阿里公司推出的一款快速解析 接商数据格式的一个框架 我们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 与服务器交互用的更多的是以接商的形式 所以说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框架 我这里是有一个实际的项目工程 是我自己基于XUTO 然后封装了很多常用的方法 Layer等等 封装了充满了很多血 都形成了一个能够满足我们所有项目的各种需求的一个大的框架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它的Levels当中就含有我们的CoreXUTO和FastG-Sound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往下走 下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的Application Application当中它包含了四大模块 首先先谈一下Application 很多刚刚学完安卓基础片的同学 肯定对Application这个类比较陌生一点 这个类的话其实我们在实际开发过程当中用的比较多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工程当中我们来看一下 它以及根据不同类的功能的模块进行的划分 然后以包名的形式进行的划分 有Activity,Adapter,Application,DB,Entity,Exception,Fringement,HTTP,Service,Util,View等等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Application Application当中我们这里分了一个Base Application和Local Application 按照我们面向对象的习惯 我们很多时候会把一些不变的 或者说把一些通用的东西把它抽出来 形成一个Base的积累 然后我们每一个独特的个体 然后再继承于这个积累 再去拓展你自己一些独特的属性 所以我这里是先抽了一个Base Application 我们来看一下 Base Application当中它是继承于Application的 它在Application当中做了哪几步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它声明了一个建制队 一个SharePreference 然后把这个建制队进行了初始化 它指定了它的文件名为Local KV 然后它是一个私有的 这里完成了一个 我们经常用的SharePreference的一个初始化 然后关于SharePreference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操作 我们是封装的相应的一个工具类的 在下面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我们封装的一个 我们声明的一个SharePreference 也是这里的第一步 第二步这里有一个Uncatch Exhibition Handler 这里是一个未捕获异常 未捕获异常是什么意思呢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意思 就是说当我们的实际开发过程当中 你在这里写代码的时候 如果你的程序抛出了异常 你可以通过这个Local Cat 及时的看到你相应的错误信息 但是如果当你的程序已经发布出去 在用户的手机上面的时候 发生了Crash 所产生的程序崩溃 这个时候你又如何去定位你的程序错误 已经知道哪一个地方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捕捉这种未捕获异常 然后我们常用的操作是把未捕获异常捕获了以后 然后存在我们本地的文件里面 然后如果服务器需要的话 在有网络的情况下将该文件传递到服务器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服务器端 来监听所有客户端所报的这些异常和错误 然后根据分析日志得到我们的错误定位 然后我们再解决这个bug 这里就是相关的一些解释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操作吧 实际操作的话是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Exception这样一个报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三个类 第一个叫做BaseException 这个类的话它是继承于RontimeException的 它会把我们系统当中所有的异常 全部都转换为我们的Exception 这里是一个大的 把我们的异常全部都转换一下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这里写了一个BaseExceptionHandler 这也是一个积累 这个它就是继承于我们的安卓提供的 UncatchExceptionHandler 未补获异常 这个是安卓提供的 但我们继承于它以后就需要实现这样一个方法 叫做UncatchException 这里它会把异常丢给我们 让好我们做相应的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我写了什么样的操作 第一步是一个if判断 ifHandException HandException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方法 并且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抽象方法 我这里是抽出了一个抽象方法 由它的具体的子类去实现它的具体的一个操作 这里是一个抽象的方法 然后返回的是布尔直 然后如果是返回的是True的话 看这里 这里是一个让我们的现成休眠三秒 休眠三秒 然后这个是为了是为了是给我们一定的时间 让我们进行一个日志的存储 三秒钟以后 然后彻底退出我们的程序 这里是一个stash我们当前的现成 然后以非正常的形式退出我们的程序 这里就是完成了整个捕捉 捕捉到了异常以后我们想要的操作 当然我们最核心的肯定是这个HandException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它到底如何来处理这个异常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就一个lockFearHand了 这里就是我们针对某一个工 某一个特定的项目 每一个都可以写不同的一些实现 然后写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lockFearHand了这里实现了这样一个HandException 这样一个抽象方法 首先它第一步 这里起了一个现成 给了一个用户提示 告诉他很抱歉 程序出现异常 正在从作物中恢复 大家知道在默认情况下 我们的程序报错 它会是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有一个感叹号告诉他 程序正在从一程 程序产生的异常 请重新启动 这样的体验 对用战略用户的角度来讲 也是并不好的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 是重写了这个默认的展现形式 给了他一个文字的提示 文字的提示 告诉他很抱歉 程序出现异常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我们就会拿到这个Exception 做我们相应的操作 做一个保存日志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保存日志这个函数当中 我们第一步是指定了 我们这个错误日志存放的路径 然后创建这个错误日志对应的文件 大家这里可以看一下 这个文件的路径 我们指定的是 这里有一个是一个工具类 工具这里有一个方法叫做 get disk catch deal 我们来跟进去看一下 这个方法的话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是获取我们的 系统的一个缓存路径 缓存路径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平时在SD卡上面 是可以随便建你自己的目录的 可见ABC都可以 但是我们一般来用的是 我们一般用的就是系统的缓存路径 而不是自己去使用 为什么呢 如果你采用的是系统的缓存路径 那么当你的应用卸载以后 你对应的缓存目录也会同时删除掉 就不会在用户的手机上面 产生一些垃圾的文件 然而我们缓存路径一般分两种 一种是有SD卡的手机 它会去在SD卡上有个叫做 android-data-我们的包名 这样一个目录 如果没有SD卡的话 就是我们的手机本身上面有一个 data-data这样一个 我们的包名这一个目录 这两个目录 都是我们的手机缓存目录 当我们的应用发生卸载以后 它就会跟着把它删除掉 所以说我们这里引用的目录就是 一般来说引用的目录 都是我们的缓存目录 然后这里声明了我们的错误日资 存储的路径和文件 这里得到了一个output stream 然后首先先打印的一个分割线 因为我们的错误日资肯定会很多 为了便于我们阅读 我们需要把它一个整理一下 它的一个格式 所以第一行是打了一个错误分割线 然后再把错误日资的具体信息 进行一个输出 所以这里就完成了我们具体的 我们当我们捕获了异常以后 我们想干什么 就是打印这样一个错误日资 好的 当我们把这一系列我们的handle 我们为捕获异常的handle 都准备好了以后 如何来注册它呢 我们是把它注册在application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application当中based application 它这里除了声明的一个建制队 这里有一个什么 if get default uncatch exception handle 如果系统默认的这个handle是空的 那么就设置这个默认的handle 为我们自己写的这一个handle 为我们自己写的一个handle 否则的话 那么我们就去 否则的话 我们就去得到我们默认的handle 我们默认的handle是什么呢 我们的默认的handle 就是我们这个handle 这个具体的是一个冲键方法 我们会在我们具体的application当中 去重写这个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这个方法 然后这里依然是return的 一个local fail handler 所以说通过这两行代码 我们就注册了我们的未补获异常 系统没有的话 就用我们自己的 有的时候 我们也如果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 好的 这里就是完成了我们一个未补获异常 然后我们在这个haplication当中 还做了怎样的操作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还促使了xu2的一些模块 和获取屏幕的宽和高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base application 这里是基本上是一些通用的操作和方法 所以我们放在这个里面的 然后当我们特定的项目 会写一个local application 它是继承于我们的base application的 这里就声明了我们的dbutl 由于我们的bitmap是使用的自己的框架 所以说我们这里并没有声明它的bitmap utl 然后声明了一个宽和高 然后这是一个单例的形式来获取这个application 然后往下看 这里会去初始化一个数据库 然后初始化我们的网络模块 如果你的程序当中暂时没有用数据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行代码进行注释 然后这里创建了一个崩溃目录 崩溃这是存储的目录 然后这里得到了我们的屏幕宽和高 然后这里是我们返回了我们默认的一个 我们默认的那个未补获异常 好的 这里就完成了我们application就完成了这四个操作 然后这里我们来检测一下 我们刚才所写的这个未补获异常 我们来给大家检测一下 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这里是一个money activity 我们这里就这里就写强代码 故意写一个控制针 比如说我们怎么来写 申明一个textview 然后这个textview 我们并没有进行那个空间ID的绑地 直接来操作它 settext 比如说为text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明显的控制针 对吧 这个类肯定是空的 好的 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里我们提前准备了一个模拟器 我们来运行一下它看一下它的效果 大家稍等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安装我们的程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这里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很抱歉 程序出现异常 自然从错误中恢复 然后很快的就把你的程序给 kill掉了 好的 这个时候当它出现异常了以后 是不是我们的错误之子就产生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 sd卡上面 安卓 data 这里是不是什么 com.dm framework exutil 这就是我们的包名 我们点进去 这里有个catch目录 这里有一个db 大家可以暂时不用拐 这里有一个log log目录 我们来看一下 crash.log 点开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怎样的呢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所记载下来的异常 它是一个什么呢 costby costby一个控制针 它是在哪一行代码呢 是在我们的main activity的init pairments 也就是我们的31行代码 我们来定位一下31行代码是哪呢 就是这里 这就是我们直接设置它的文字 肯定是要报控制针的 所以说这里就为大家演示了 我们如何去补获一个未补获一场 同时把后续的相应操作 我们存储到 把我们把错误日存储到我们的本地 或者然后如果还需要的话 在有网络的情况下 可以把相应的文件传输到服务器 然后服务器做一个统计分析 相应的一些等等等等 好的 这里就为大家介绍完了 我们常用的application 就主要包含了这四大模块 然后我们接下来 会给大家讲解activity和Frenchment等等 还有这些模块 然后我们下一节课就会给大家讲解这些 然后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很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